父亲因为心愿未了 死后尸体无法火化 今天为大家带来无法火化的父亲 女医生春香的父亲最近过世了 因工作缠身呢 他在去火葬场的时候迟到了 弟弟埋怨他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工作 之后工作人员让他们把父亲的遗物都放进棺材 但是不能放金属物体 因为金属不能火化 大家按照要求去做 可奇怪的是遗物全都被烧掉了 父亲的尸骨却毫发无损 春香请求工作人员再重新进一次火化 但很快工作人员又跑出来通知火化失败 工作人员说父亲或许是有什么遗憾才不愿离开 家人们也表示父亲的性格十分顽固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事情 虽然春香觉得这个说法太过离谱 但他也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几人开始猜测父亲的遗愿是什么 妹妹觉得呀和女人有关 她曾听到父亲在房间说 真是个好女人啊 奶奶也表示听到父亲曾打电话给一个女人 好像是叫明明还是有美什么的 这时弟弟想起老爸有一个偶像叫米纳米 还和自己一起去要了米纳米的签名 原因是父亲觉得他长得和母亲年轻时很像 既然如此父亲的遗愿应该是这个了吧 于是他们把米纳米的杂志放进了棺材 可第三次火化依旧失败了 而且随着火化失败次数的增加 他们的经费呢也在增加 奶奶一听打算把父亲带回家 不管是人是鬼 他都不忍儿子的肉身再遭受折磨 弟弟说万一父亲是恶灵怎么办 迷信的老人家果然冷静了下来 这是春香因为工作原因打算回医院 尽管弟弟挽留 但他还是头也不回出了门 他走后 妹妹突然想起来 有一次看电视婚礼的时候 父亲说 果然还是放不进去啊 难道说父亲想再婚 让女方进他们的户籍 这时奶奶突然想起来了 原来那个女人既不叫明明 也不叫油美 而是叫贾斯米 很快弟弟就从附近的菲律宾会馆 叫来了三个贾斯米 其中一个一看到父亲的遗体 就开始颜面哭泣 难道他就是父亲的恋人 结果对方根本就不认识父亲 其余两个自然也不是父亲认识的贾斯米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悲伤地喊着父亲的名字冲了过来 还为父亲献上了一束茉莉花 贾斯米和父亲是在母亲刚去世的时候认识的 没想到真正的贾斯米竟是一个男人 难道这就是父亲的再婚对象 贾斯米却说他和父亲只是朋友 毫无疑问 这次火化再次失败了 这时春香打来电话 弟弟埋怨春香每次都把问题留给家人 亏老爸以前那么疼爱他 春香却反问说 不是你继承了老爸的摇炉吗 弟弟说他要把父亲的摇炉拆了一半 建成咖啡馆 春香觉得父亲放不下的事 说不定就是这个 但弟弟表示自己和父亲说过这件事 改建咖啡店是因为只靠工坊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父亲也同意了他的想法 而且他觉得春香根本就没有权力插嘴这件事 说完弟弟愤怒的挂断了电话 一旁的奶奶突然为春香解释 其实这一切也不能怪春香 因为春香不是父母亲生的 当时父母结婚的时候一直无法生育 所以就领养了春香 但五年后弟弟就出生了 后来母亲去世 而父亲这个大嘴巴一时没守住秘密 让春香知道了这个秘密 之后春香考上了东京的医科大学 他本想放弃学业 为父亲分担摇炉的事 父亲为让他安心复学便说会让弟弟继承摇炉 春香呢就一直觉得父亲因为自己不是亲生的而偏爱弟弟 与此同时正准备离开的春香收到了公司的短信 查看消息的时候 他看到了以前父亲发来的信息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返回了火化场 看着父亲的遗体 他痛哭起来 其实他一直都知道父亲当时说那番话的目的 但他和父亲一样都不是坦诚的人 才导致两人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大 他哭着向父亲道歉 父亲的手像是抚摸着他 转头一看是弟弟的手 弟弟呢向春香道歉 自己不该跟他那样说话 比起来他才是不称职的继承人 父亲一定因为姚卢的事很遗憾吧 春香摇摇头把父亲生前的短信给他看 原来父亲一直都很支持弟弟开咖啡店 还亲自向春香打听 时下最流行的咖啡种类 所以姚卢并不是父亲的遗憾 贾斯敏也走出来说父亲其实没有遗憾 他已经为咖啡店起好了名字 而这个名字就是用兄妹俩的名字起的 既然没有了遗憾 父亲应该能安心走了吧 没想到故事还没有结束 父亲的遗体再再再再次火花失败 奶奶任无可人掐着父亲的脖子 要送他上路 这时春香看到了工作人员的胸牌 发现他和15年前火化母亲的是同一个人 当时父亲想要把他们的结婚戒指放进去 被拒绝了 难道说父亲的遗愿是和母亲的结婚戒指有关 妹妹也想起来当时父亲是看到戒指才说 果然还是放不进去的 几人恍然大悟 原来放不进去是这个意思 春香立马拿来戒指 请工作人员破例放进去 工作人员迫于无奈 只好答应了他们 之后他们发现贾斯敏翻译成汉语 其实就是茉莉花 而茉莉花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花 妹妹也记起来 父亲在说真是一个好女人的时候 其实正在看母亲的相片 没想到父亲这么深情且专一 这次火化终于成功 而那两枚戒指也消失不见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